6月12日,著名导演莊文强、演员郭富城、性感美女温碧霞、知名男歌手孙雅薇等一众电影人 在澳门百老会出席第25届华顶奖颁奖典礼。 郭富城不负众望再次摘下中国电影最佳男主角大奖, 他坦言会遵从圣古欣然败一喜的心态看待奖项, 在日后的工作中必定再接再厉,不断突破自我, 提及日前参加内地选秀节目的表现,被观众夸反差萌。 澄澄表示,不排除将来会参加更多的综艺节目, 但肯定不会与太太方圆一起上真人秀节目。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,就是看缘分吧。 但现在都很流行一些夫妻恋爱的真人秀, 这个会不会考虑呢? 文毕霞今天以颁奖嘉宾身份, 经验亮相盛会,一袭长裙飘飘的他, 显得献气十足。 他透露现在正忙于准备下个月推出的写真, 就连父亲节当天也要工作, 所以不能陪伴老公, 但相信儿子会给老公准备礼物。 而孙耀威则以颁奖嘉宾和表演者双重身份出席典礼, 他表示,近期正在制作自己的国语专辑, 希望每首歌的质量都可以达到主打歌一样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